同志们股市还能接着涨吗 调整以后还能继续向前吗 下周会不会涨 恩哥不知道 但从长期来看 恩哥信心十足 因为又有一个信号出现了 那就是人民币升值了 最近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 那就一个火热了 离岸在岸全部大幅拉升 兑换美元 甚至一度在周五重回了六十代 为什么人民币会突然升值呢 很简单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增持人民币 华尔街的狼群 把兜里的资金换成了人民币 法兰克夫的研究员同样热捧 换成人民币干嘛 还能干嘛和你一样 投入咱们的股市 来A股老老实实的当北向资金 按这个资金量来计算 下半年还会有更多的外资 持续流入A股市场 继续买入他们认为合理 且值得投资的对象 有人要问了 A股真有这么香吗 真有这么强的吸引力吗 恩哥只能说 大家是身在福中 固执的服务 中国股市在全球金融市场里 那是公认的低估区安全区 最近摩根斯坦利专门为A股 发了篇言报 说咱们的股市 预计将在明年触及过去 10年的最高水平 恩哥的话你不信 摩根斯坦利 你还能不信吗 这可是地表最强的金融机构 而且还有高盛同样 看好A股的未来 可以说 现在已经不是咱们自己的游戏了 而是全世界的资金 一起来A股当韭菜 这下你总放心了吧 后面还排着队呢 正所谓外汇市场 传家英货币升值 风震进齐具A股抢筹码 流动不停 更安心 好了 我是恩哥 赶紧上车